大家好,欢迎您光临小林风味的美食频道 今天我们分享一款在北京很著名的传统饮品 小吊梨汤 在四季分明的北方 到了秋冬季节,多寒冷干燥 呼吸道疾病频发 这款滋阴润燥,身筋止渴的小吊梨汤 就应孕而生了 中医讲五行 白色的食物煮肺精 小吊梨汤的原料以白色为主 白的银耳,白的冰糖,白色的梨肉 再加一点补气的枸杞,止咳的尘皮 还有身经蹄味的化霉以及山楂片 就配成了一个适合秋冬季的,很温和的饮品 你可以选北美的梨或者中国产的烟梨 我今天选的这是韩国产的黄金梨 据说它生津化痰,润肺的功能更胜一筹 你看到的这是一朵白木耳 我把它提前泡好,并且稍微撕碎 这样它可以使汤汁更浓稠,口感更好 煮梨汤的锅,最好用陶瓷或者是砂锅 把材料都一次放好之后,梨皮也不要浪费 梨肉我们也把它尽量切小切碎 这样掉出的汤很有滋味 把它们一起盘入锅里,然后开始倒水 这个焖烧锅我大概放了1500克的水 然后盖好盖子,慢慢的掉着 这梨汤就跟老北京的炸姜面一样 各家有各家的高招,怎么掉都好喝 精髓就是掉,要把原材料里的营养都炖到汤里 大概掉了4个小时 期间记着用碾子把各种材料再搅一搅 让它更多的营养渗透到汤里 淋出锅前的十几分钟,撒一点枸杞 如果放早了,枸杞就容易泡飞了 梨汤这个样子就是煮好了 装梨汤的汤壶,最好有这么一个壁子 这样能使梨汤非常清澈 炖好的梨汤 梨香飘逸,色泽金黄,清肺润脏 如果你还想更甜一点,可以在熬好后再放一点蜂蜜也可以 如今,疫情肆虐,保护好我们的呼吸道 减少发病概率是当务之急 希望这款小掉梨汤能给您一点帮助 很感谢大家的耐心收看 我是小林丰卫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